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巴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海报排版的基本规则 然后明白了海报排版的一些要素 第一就是空间,第二是对比,第三是加一些修饰 那么第二课呢,可能课程会相对的比较枯燥 因为它需要设计到一些海报的设计规格 以及它的输出材质 然后呢,希望同学们呢,尽可能的去多了解一些这个输出材质 以及它的一个设计规则 这个有助于你日后在你工作中的时候呢 当你面对客户的时候,说你如果他说要做一张海报 然后你就会问很专业,说你需要什么样的材质 然后你的尺寸是多少 你会提前去给他一些合理的建议 而不是说他告诉你的尺寸或者说纸张的以后呢 你给他设计出来的东西呢 跟你的印刷厂或者说打印公司联系的时候呢 有这种不同 他选用的这个尺寸呢,可能是非标准的尺寸 那么会存在这个高费用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对你的这个设计呢,产生异议 这个就是减少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所以呢 你还是需要去多掌握一些 一般尺寸的规格,海报尺寸的规格 以及一些常见的输出材质 废话不多说 这可让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刻价 那么在这个输出材质方面呢 大概分为这个打印 即印刷这两大块 那打印呢,就是说你一般的图文馆公司 他都会有的这种机器 写钻机 甚至说是这个大喷机 然后出一些这样的打印的产品 那么主要是针对说数量较少了 一些海报的输出 那么你数量多的时候呢 我就会去采取去到印刷厂 印刷,统一印刷出来 那么先看打印的 有四种,大概有四种这个材质 第一种是无防布 无防布呢,又像珍珠,比较厚实 表面有颗粒状,具有立体感 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不怕折补,不卷边 随意挽取,可以很快恢复一个原状 无防布呢,现在也被很多的这个 幼儿园所使用 一般小朋友做一些手工啊 他会用,因为他的色彩比较丰富 然后也有这种就是纯白的这种无防布 一般用的最多的地方呢 可能就是这个红纱影楼 他当天的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做这个迎宾的时候 然后展示 一般的有海报 然后也有这种挂架 或者是做成这种展架的形式 回去以后呢 可能这个婚礼结束以后呢 我拆出来,拆掉以后呢 可以回家挂在墙上一具量的 非常的超值 这是无防布 可能价钱也比较高 然后一般的用的时候呢 相对会少一点 个人使用的时候会少一点 影楼所用的比较高一点 因为他有这种油画的质感 所以呢,他也就是略显 比你这个普通的相纸呢 可能略显高档一些 这是无防布 第二呢,是那个捐丝布 捐丝布呢 特点有点像丝绸的材质 画面光滑 材质柔软而薄 垂直感特别好 画面呢更加的逼真 适用于高档的展示场合 如这个婚庆典礼 婚礼海报 海报声 宝宝生日照 等这个增送佳品 丝捐布呢 又称为这个写真布 然后他呢 也是用这个水性墨去打印出来 清晰还原度呢 然后比较高 比你这个无防布要高一些 然后当时注意呢 他这个剪裁的时候 然后一定要就是用很快的刀子 去把它划开 否则他的那个 会有一种拉丝状 会产生很多丝状 他不是太适合在户外 因为户外风吹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出现那个拉丝的那种状态 这是捐丝布 第三个是PP纸俗称背胶 这个背胶 在我们一般的小的图文公司 广告的门面 会很常见 因为他的就是使用的频率是最高的 一般你做这个KG版做写真啊 大概就是都使用这个背胶纸 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就是画面真挺 后带背胶 然后材质呢 类似照相馆 洗照片的纸质 像纸 材质呢比像纸略薄 然后附有一层防水膜 进口机器让这个颜色呢更加鲜艳 适合 广告海报 商业海报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既然他就是说比较常用 那么我们就需要对他的尺寸进行一个掌握 他的一般尺寸呢 米数呢 长度大概就是在100米 90米 60米这样的一个长度 那么他的宽度规格有这个 614的 614我说的这个是毫米 614毫米 然后有这个 914的 还有这个1米08的 再往上还有127的 最大的现在输出 市面上的输出可能到157 157 掌握了这些数字以后呢 你就是 当你这个客户来的时候 他要做多大的 然后如果说做做2米的 他提出做2米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所掌握的这个知识 纸张呢 这个尺寸只到157 宽度只能到这个157 你就会给他提出建议 你说你这个尺寸是 没有的 如果你 非得要这个尺寸的话 我可能会要去给你 进行一个拼板 会影响你这个欣赏的效果 画面的效果 这样你提前 就会跟他说清楚 不至于以后 这个他走了以后 然后你再回头 再给他打电话 说这个对不起啊 没有这样的一个尺寸 那样的话 会让他感觉你非常的不专业 这是我们所掌握这个 知识的一个原因 第四个呢 是相纸画面 也是很挺 然后材质类似于照相馆 齐照片的相纸材质比较厚 有一层防水膜 然后进口的机器呢 也是让这个颜色更加的鲜艳 那么他就是适用于这个混杂海报呀 动漫海报呀 做海报的时候会比较多 然后打印出来的分辨率呢 也会相对于高一些 一般打的数量少的海报 又比较急的一些海报呢 通常会使用这个相纸 然后加起来呢 也不是太昂贵 这是打印的一些的海报的一些材质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印刷的 印刷的我们都知道 平时建的最多的就是这个铜板纸 因为铜板纸一般可以用来做这个DM单 因为它是耐晒的一个油墨嘛 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外墙张贴 或者说你发行的时候 在外面晒一周左右 它的颜色呢 还会保持的很好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然后刻数呢也比较多 可选性比较强 有80克的105克的128 157 200 最大到这个350等等 然后主要呢 用于这个印刷画册封面 明星片 精美的产品样本 以及这个彩色商标等 我也会发现有一些书籍 然后它也会用一些铜板纸 因为铜板纸 在这个印刷纸张里 相对于价钱呢 还是比较低的 然后我们大量的做一些掉棋的海报的时候呢 也会使用铜板纸 颗数都在这个157克以上 或者是250克以下 这样一个尖段 这是铜板纸 有分它又分这个双面和单面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好 因为我们做这个掉棋海报的时候 通常都是这个双面的 双面印刷以后呢 它的这个颗数后相对后一点透光 还不是特别强 然后用起来也比较价钱也比较低一点 这个是所以说它是比较常用的 第二个是那个牙分纸 牙分纸特性呢 与铜板纸不同的是它表面是压光的 我们也会说这个铜板纸有时候它也会附膜 那附膜的时候它也会给附上这个压光膜 那就不如说这个直接使用 如果你想做这个压光的压光的 我一般看最常用的就是这个健身房 因为它可能是为了突出那个肌肉感 或者说你这个器械的一种金属质谱的一种感觉 就是说我不是很很反光 看上去就是很硬朗像岩石一样的这种 那我不需要它有大量的光产生 那么我可能一般的时候会使用这种压光的画面 然后呢 会你就可以去采用这个选择压分纸 它有一个密度高 弹性较高 抗水能力较强 有这个抗张性能 对油墨呢 吸收性呢 略低于铜板纸 但厚度呢 比这个铜板纸略高 主要的用途呢 用于画册卡片的芯片 剩下这个清涂纸 白卡纸白板纸 双胶 书写纸 牛皮纸 以及这个不干胶 它们都不是说是用的特别多 因为你海报 它是需要有一定的厚度 然后 如果是你这个大批量的生产的时候 它也会考虑这个价格 所以这些其他的这些纸张呢 并不是适合它 但是也得分情况 你看它要是往什么样的一个材质上去张贴 是一个什么用途 具体呢 你再去 嗯 再去了解 再去给它推荐 艺术纸呢 用的种类也比较多 你在这个婚纱眼光的时候 做看这个展示画册的时候 然后还有你这个大的做做这个婚的婚纱的相框 里边那个装表 纸张的时候呢 放大的时候呢 也会用到这样的一些纸张 就是相对于比较高档 不是这种批量生产 可能是照一个婚纱罩 要放大的 会用一些艺术纸 特殊的一些纸张 然后种类也比较繁多 感兴趣的 然后你可以度量一下去 啊 查找 然后最后呢 我们说一下这个海豹的一些常见的规格 一般海豹的尺寸 然后值普通海豹是42乘以57 大度四开呢是57乘以84 宣传海豹 第二个宣传海豹 商业海豹尺寸是50乘70 这个注意印刷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有这个0.3的出血 就是左右各0.3上下也是各0.3 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 如果说你设计这个42乘以57 那么你就得说设计成42.6乘以57.6 是这样有0.3的一个出血 这个尺寸的你记不住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可以在这个 你可以在这个photoshop里去做一些预设 以这个举例 我们刚刚说了 要加出血 0.3的出血 然后你就会存储预设 在这输出 输入直接是一般尺寸 有这样的一个尺寸 然后你确定 然后你在这查找 就有了 之前错误的一些设计设定的时候 你可以去对它一个删除 这样的话会很容易 还有一个方法 假如说你这个预设 忘记了 不成功 那怎么办呢 也没有关系 忘了加出血 没有关系 这个画面你做好了以后呢 然后 你去给它 做这个辅助线 outvee 这个是垂直的一个辅助线 你这个画面的尺寸是 42乘以57 我们需要加上左右各加0.3 那么你就是 先在你的右侧去加一条辅助线 就是42加0.3 在这是厘米 右键 在这个空白处 这个标识的空白处 去点右键 然后设置一下它的单位 outvee 垂直的时候是v 然后42.3 那么这时候它就拽出了一条 参考线 这个时候呢 你再拉一条参考线 和你这个 F 按F线 然后可以 变化你的显示的这个画布的显示的方式 在这呢 你做一个 巨型的选通 这个 这个测销一下 这样的话你可以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你可以在这拉一个选框0.3的选框 然后加在这 直接按这个C键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增加 拽到这条参考线了 那你这个画布的尺寸就 会是改变了 也可以直接的去在这 对它进行一个 重新设置 那么这个画布也能达到你的一个要求 含这个出血的一个要求 这是我们如果忘记了后期修改的一些方法 那么这点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然后希望同学们呢 能记住这些海报的长印的一些打印材质 以及它的一个印刷材质 下条课呢 我们做这个海报中的字体实战练习 希望同学们准时收听 我们下条课再见